中國外長王毅進入會場 不忘拍好兄弟的肩膀 在座的正是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王毅還回頭彼此揮手之意 接著走到自己的位置上 對路過的外長完全不打招呼 東協外長會議5號登場 同樣在場的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眼神刻意避開 現場氣氛民眾緊繃 佩洛西訪台後 中俄關係如交思期 王毅甚至讚賞俄羅斯 在台灣問題上第一時間 堅定支持一中原則 充分展現中俄戰略合作的高水平 也讓烏克蘭總統德倫斯基近日表示 希望借助中國的經濟力量 奉勸老友俄羅斯趕快停戰 除了想透過中國向俄羅斯喊話 美國也傳出最快下週一將宣布 烏爾開戰至今最大的一筆軍事奧元 包括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 和多達50輛M113裝甲運輸車 全部加起來金額多達300億台幣 沃克蘭亞軍員快點到 原因正是札波羅熱核電廠遭遇襲擊 造成一條電纜受損一座反應爐停止運作 才能引發失火和核輻射洩漏 但俄羅斯國防不得跳出來反控烏軍 砲擊落入俄軍控制的核電廠 一場軍事衝突輪為羅生門 而繼一號從黑海城市奧德薩使出第一艘運骨船後 德倫斯基證實又有另外三艘古糧貨輪要從烏克蘭起乘 船上載有約6萬噸玉米要運往土耳其英國和愛爾蘭緩解糧食危機 今新聞 鄭義中 周辰媒報導